我們會在加州消費的營運軟機 我們會在加州消費 的營運軟機 移動營運軟機 會在加州消費的營運軟機 對於消費的營運軟機 同樣固執入營運軟機 代表納充營運軟機 州長紐森表示 加州將在2035年之前停止 銷售汽油動力的轎車和卡車 此举不只会使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 减少掉高达35%的温室气体排放 且将在汽车排放标准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州长还特别说明 新法并非全面禁止人们拥有汽油动力的汽车 或在二手市场上出售 法律只是终止所有汽油动力的新车款 2035年之后不准在加州销售 纽森还指示州政府各机构 必须加速全州的充电站发展来帮助达成目标 要在2045年时可以100%的依赖清洁可再生能源 东西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